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是以在祖国大陆各地登记注册的台资企业为主体 依法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 近日在成都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的会议室内 会长高景乐正与工作人员总结协会在2023年的发展变化 会员企业从1995年成立时的50家增至325家 协会新增三个功能委员会 年内举办多场两岸经贸交流活动 1994年33岁的高景乐来到成都投资设厂 此后便一直在成都生活工作 从一名创业台青到如今众多在川台商口中的高会长 高景乐建议想要在大陆创业的台青们一定不能盲目冲动 要思考好自己的方向后再做决定 创业虽然是一个好事 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成功 成功的激励基本上是在10%以内 所以我们最近成立这个三号流通委员会 也在考虑说 每年都有很多的台湾的在这边读书的大学生 如何让他们先就业 几年之后他有这个基础 他再来创业 我们希望说台湾的青年到中西部来 第一个门槛相对比较低一点 也希望说台湾的青年能够搭上大陆成与经济圈 国家第四级的一个大发展 如今成都的台资企业已涵盖电子信息 金融服务等六大产业领域 成都台协作为沟通台商及台资企业 与政府部门联系的桥梁 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重要 那95年刚开始 即使来的台商不多 那是以食品百货为主 那时候像统一旺旺 还有以前的新东洋 魏权还有海霸王 台湾比较知名的基本上都到成都来了 随着成都的产值 它已经达到破万亿以上 破万亿以上就是很多的台湾这些金融 他们就来这边布局了 然后包括很多的联手公司 联手加盟店 也就陆续过来 我们成都台协就好像一个桥梁 为什么 因为两边在谈条件的时候 好像两边在买卖 它又不好直接跟政府讲 那成都台协就扮演一个挑战 就是说我们在中间去 把两边的距离拉得差不多了 他们就可以坐下来谈 所以让政府也缩短了 很多招商引资的一个时间 在高景乐看来 为台商打造好服务平台 让他们与政府部门加强联系 同时为台青来川再川发展 提供指导与服务 是台协工作转型升级的重点 其实我们成都台协 最早只有两个工人委员 就是有复联会 还有亲委会 因为随着就是说 这个大陆的发展 然后我们还是 这些台商还是要强强结合 能够把相关的行业 能够集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金融委员会 然后也成立了 就是文化产业推广委员会 也成立了三贸流通委员会 那我们最近还成立一个科创委员会 那我们也希望说 很好的项目 那透过一些好的投资 然后把它做得更大 十多年前 高景乐回到故乡 福建泉州 寻找到了 儿时记忆中 爷爷所说的 灯塔旁的老家 其实从我们小时候 就是对大陆 就是一种的情怀 而且就我老家在那里 从我爷爷那一代 包括我父亲 那一代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那最近这几年 就陆续很多的 台湾亲人到大陆来 这些就是来创业 就业 那还有很多的大学生 什么来这边 做一些交流交换 那他们来 真正的就体会到说 跟台湾媒体报导的 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